这讨债竟然大胆在派出所附近释放高空烟火 有一名男子为了向避不见面的有人要索讨20万的债务 就在今天凌晨开车载着其他三个朋友 到被害人位在新北市三重的住处门口点燃了鞭炮 巨大声响也引起了200公尺外的派出所注意 原警最后是靠着路口监视器以及附近民众的指认 顺利在附近逮到人 依法将他们私人送办 高空烟火绚烂夺目 巨大声响划破夜晚的宁静 30秒后嫌犯立刻开车逃逸 前面有一台车有人走下来拿烟火 在路边就开始在六七声吧 高空烟火的那个声音 应该有一分钟吧 现在很讶异啊 怎么这个时间在放烟火 我想说不会是枪击案吧 200公尺外就有派出所居然还敢嚣张放炮 事情就发生在新北市三重重阳路上 原来释放烟火的男子是为了向欠他20万 却有避不见面的朋友讨债 才会在16号凌晨开着车 载着三名友人来到被害人家门前乱放炮 原警听到声响立刻赶往现场逮人 靠着目击证人的指认顺利拦查到嫌犯 这个什么啦 咖啡包嘛 来 你坐这里的嘛 这里的对不对 只一步 本田自小客车 刚好在案发现场附近 请他将后行李箱打开 那有发现那个放置烟火炮竹 那流南坦承释放炮竹 除了炮竹事后原警还在嫌犯车内 查获毒品及吸食器 驯后依法将私人送办 讨钱不成 最后自己反到禁警局 实在得不成失 旧李箱山林秉舟新月报道